据媒体报道,吴宗宪二日突然开直播,在医院说自己刚开完刀,因胆结实住院,昨天才刚做完手术,把胆拿掉,今天复原的不错。 他说前天录节目后,连装都来不及卸,就继续开刀,开了四个钟头,明天还要去北京工作。 吴宗宪说自己工作太忙,忽略了胆,所以输胆管的地方堵塞,前天入院,昨天开刀,现在状况很好。 在医院开直播与网友聊天,看起来气色不错。 他还问网友不觉得他现在变帅了吗,因为自己瘦了4公斤,目前71公斤。 我现在就像老英重生一样,希望维持在这个体重,为演唱会做准备。 他也秀出开刀的伤口让粉丝看,他先前因录影病倒,让粉丝超担心。 有网友问他李严谨事件,他说不要喝酒就好,他自己不太喝酒,还拿自己先前无照驾驶的事件自嘲。 但他说那时候没管那么严,有网友问他现在还会去吃凉面吗? 他说凉面没再吃了啦,那是个误会。 I'll be alright